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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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他条件 贷款一般年把房子盖起来 盖房的时候 今天他又说回老家不回来的 盖房子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是什么呀 当时我盖房的时候 一共借了一共十多万吧 那你经济压力很大 反正我一般的打工的钱基本上都还万债了 我盖了你十几年了 我盖房子要求过分吗 再说了 国家还有补助给我们为什么要不盖呢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把房子盖起来了吗 现在公共身体怎么样啊 现在公共已经已经去世了 那婆婆的身体呢 婆婆身体去 七年都要腰盘突出 不能动了 等于公共去世了 婆婆现在又需要您照顾 是这意思吗 是的 我一直脱不开身 孩子多大 孩子十二周岁 男孩女孩 小姑娘 等于现在您的母亲也需要妻子照顾是吧 嗯 以我的意思就是 她在我们长城那边或者是老家那边找个工作干 这挺好嘛 一方面照顾孩子 另一方面还照顾我母亲 你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自私啊 您有母亲 我没有父母吗 那么些年我回我几次家 我自私 当初孩子三岁的时候 你怎么跑回家去了呢 怎么跑回家去你不知道吗 因为什么 老师你听我说啊 当时我虽然是农村出身 但是我从小没个过农活 他的父母非要别着我干农活 我不会干 就说我这个不对 那个不行 比方有一次 我去地里拔草去了 因为有时候我不认识草和苗是什么东西 我就给拔错了 就说了我一通 那我又气不过 我搁家二十多年 我爸我妈从来没打过我 骂过我 我为啥又出这个欺负啊 回家想来想去不对劲 我就离着孩子回老家了 回娘家了 然后呢 对的 他听说了以后就找我去了 找我去我父母因为知道 我受了委屈 帮他进门吗 他因为这个有点有点怨气了 后来我在外边待了一夜之后 找了他亲戚说河目 才把他好不容易送回下去 这算一次回娘了 是接回是接回来了 但是这个怨不是这次结下的 从我结婚起就已经结下了 结婚的时候我父母根本就不同意 因为这么老远 而且他家里条件又不好 再说我如果我受了什么委屈的话 家里没有人撑腰的话 我怎么办 怕他女儿受委屈 是这么想的 但是就我父母这么想 我都偷了胡本出来的老师啊 跟他经理了证结的婚 就这样 他还是不理性 你说他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对你挺照顾的是吧 刚才是谈的时候还可以挺好的 婚后呢 孕期的时候对你好吗 说起孕期我更来气了 孕妇都嘴叼对吧 有一次我们俩去抱街去 我看到什么柚子了 删除了我想吃一点 他不给我买 不买就不买嘛 我孕妇就给他回了房间去了 回来以后我越想越不对劲 因为情绪 孕妇情绪比较波动一些 那我就回我妈家去了 回娘家又回娘家了 这是因为在我家 家里的比较近 我就自己回去了 自己回去以后吧 更来气的是怎么回事呢 他也不找我 他也不打电话 反而是我 这里不方便要去找他去了 等于刚结婚的时候 你们还在山东生活是吧 是生完孩子 他吉林的老家是吗 说我这个更来气 他当时答应过 把孩子生在我妈家的 已经答应好了 房子都收拾完了 后期他又把我领走 把孩子生在他老家 怎么劝都不听 就这样 跟我父母抄抄抄起来了 这个生在谁老家 意味着什么呢 是上谁那儿的户口啊 还是说就在谁那儿生活啊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吧 孩子生完以后 户口可以随便乱打吧 但他就非要说 把孩子生在吉林 不要生在山东 因为这个 他跟我父母抄抄起来了 当时一边是我父母 一边又是他 我两边我都不好过 他师父也是 回家考虑嘛 父母 一定要求 是回家嘛 母亲身体不好 我先照顾照顾父母 这样你孩子 从北出生 那这样你不是 还是很自私的表现吗 你有父母 我的爹妈也需要照顾 你是儿子 我是姑娘 都是一样的 再说你还有一个兄弟 我们家我妈是两个姑娘 这些年我从来 没回过家过几次 这个现在闺女儿 在读书吧应该 是的 那要回山东娘家了 有地方读书吗 有的 这都联系好了 是的 您是铁了心想走是吧 也不说铁了心的 是他有点 有时候他不理解我呀 在公共生病之前 你们俩生活得好吗 不好 有没有在这十几年当中 想过离婚呢 就在他的父母骂我 或者是损我的时候 他不是站在我身边 反而要我理解他的父母 这个时候 你说我 我背井离乡的 跟着你这么多年 我图你什么 我不图你钱 不图你房 我只图你对我好一点 要求不过分吧 那他没有 我怎么对你不好的 一般的家里外边 都是找我吗 那是找你了 大事找你了 小事情 孩子上学 几年纪你知道吗 孩子的家长会 你参加过几次 你知道吗 我不为了忙挣钱吗 我这次想回山东 以后是什么 怎么回事 老师你听我说 因为他的母亲身体不好 我破不开身 一方面要照顾孩子 一方面要照顾他 我根本没有再精力 去找一份工作干了 那您这个回山东老家的话 是怎么打算的呢 因为我的父母身体 毕竟比他妈妈的身体好一些 所以 只能帮忙照顾一些 孩子毕竟大了 可以住校 我也可以找一份工作干 这不两身欺慰吗 就婆婆那块怎么安排呢 他有个兄弟 这我多年都是我在照顾 他这些年 是不是应该出点力了 等于兄弟家这几年 从公共生病到婆婆生病 都没参与 是的 都是我在忙里忙 这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咋想这件事 他回家嘛 不跟我过来 或者以后见不到孩子的 你知道吗 怎么会见不到孩子 我本来就跟他 跟他爸跟他妈 有点和合嘛 你这十几年 娶这个女人后悔过吗 没有 那你给他评价一下 怎么样啊这女人 他挺温柔贤惠 也挺孝顺女人 就这个女人 取对了 是吧 对 但是在你心里觉得 这个男人嫁错了 是不是 你不是说是完全 完全是错了 但是我很委屈 毕竟我妈不在身边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 我是奔着你来的 我就因为这个 我想不开 所以说有时候觉得 这个婚 我是不是 我结对了吗 我来对了吗 我反复地犹豫的 所以 所以就 你这个回答的时候 就会发现 你对男人还有特别 就是对这个男人有特别深的感情 对吧 还可以吧 就别不承认吧 就是这个男人怎么样 你评价一下 好吧 他除了脾气不太好 他还是可以的 就是你也能看到 他对这个家的付出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其实他也是不容易 兄弟那边能帮着 照顾老母亲几年吗 我弟弟因为有个人原因 不能照顾我家人 弟媳妇不方便 对对对 那如果你妻子走了 老母亲怎么办呢 这应该是你考虑的最多的 对对对 那咋办呢 所以我一直就劝我媳妇 在长春呢 所以现在就冲突和矛盾出来了 我也希望他找个工作 但也许能帮我分担一些精神压力 其实我在外边这些年 也是付出不少辛苦 您是这个担心媳妇带着闺女 回了娘家之后 不回来的多一些 还是其实现实生活 就让您媳妇离不开这个家 我还是担心我母亲 我母亲身体不太好 您看老师 她是不是还是很特别自私 她一点不跟我还着想 所以看这段婚姻的时候 你又觉得无奈 但是你又看到了 这个很浓的这种情 这个情来自于说 我跟你过了十几年的苦日子 虽然我有抱怨 但我从没想着离开 甚至在评价自己的先生的时候 一边骂他 真在评价的时候 又觉得这是一个本分不错的男人 其实这次我负家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毕竟他跟我父母的关系不太好 我也想这次机会吧 缓和一下关系 毕竟我是他的女儿 他不可能不见我 我也不可能不见我的父母去 对吧 因为血浓于水 不可能一辈子不见 我是这个意思 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卷 其实以我来看 都是心地淳朴的人 大哥我说一下你真正的问题 你真正的问题呢 也不再不怎么会挣钱 不怎么会照顾家里 你真正的问题叫过于自我承担 什么叫过于自我承担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 但凡苦难 我都自己受 我不分给别人 就是我能承受的 我尽量都自己扛了 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吧 然后呢 我实在扛不住怎么办 我最亲近的一个人 跟我一块扛 做什么工作 建筑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七八千块钱吗 那你一年算下来 大概能挣多少钱 六七万块钱吗 那怎么寄回家才一两万呢 我收拾的钱都还那个 签的钱吗 你是把钱寄回 还了钱之后 还剩一两万给家里是吧 那对 那你每年要还多少钱吗 四万左右块钱 那你过着的日子挺苦的 对 你没有端正自己的角色 你知道 别人总得图你一点什么 好事你全干了 我是老大 我什么都扛 我是个孝顺儿子 但照顾 父母 承担家庭责任 以及帮你的弟弟 来履行那份孝顺的责任 全他扛了 好事全让你担了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是不是应该在家 受点委屈 跟他家庭搞好关系 人心都是肉掌的 付出没有问题 我总得图你点什么 老大你也当了 事我全干了 最后我什么都没落着 还要受你家庭的责备 是吧 你总得让我涂着什么 我嫁你涂什么 你自己扛得有多累 你很清楚 做建筑工人 一年挣七八万块钱 自己只留一千块钱 每个月吃穿用度 捉襟见肘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 为什么要剥夺自己的弟弟 尽孝心的那份责任 表面上说 你是替他扛了 你认为你的弟弟会感激你 你的弟弟会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 就像你现在认为 他替你扛 也是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到了某一天之后 就会变成冷漠 我们所有人都